我們檔案打開選擇置入之後 在桌面上找到7.0的LOGO 當點正圖進到以達推特第一件事情呢 你可以抬頭往上看 這邊就會有個影像描圖的功能選項 可以打開去選擇 那以達當初有號稱說高保真度相片 可以模擬到七八成的真實 然後看一下高保真度相片 就有這個效果 但是你放大來看你會發現 它邊緣的矩質狀很嚴重 啊整個死掉 那當然照片越大張精緻度就會越高 那這個LOGO還算小張所以精緻度沒有很好 那你描出來的圖呢 隨時可以去做轉換 這邊有幾個效果都很常用的道道 像黑白 如果你轉換完之後 你想要去做編輯修改的話呢 我們必須去執行展開 那展開完之後 可以看到它的毛點其實很多 非常非常的多 這時候我們必須在解散群組之後 我們就可以針對每個色塊 去做顏色的調整跟變化了 這是以達內建的描圖功能